哈囉大家好 我是柯河莉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自然深邃的立體妝容 這個妝容很乾淨 很有精神又很好看喔 這一次我用Dior的清透光水粉底液來做底妝 首先呢先把粉底液均勻的沾滿全臉 接著呢用粉底刷把粉底液均勻的刷開 大家可以選擇有斜角的粉底刷會比較好刷 而且刷的比較均勻喔 不會有粉痕 另一邊也是均勻的把粉底液刷開 這款粉底液非常的好用 很輕薄而且遮瑕力也夠 接著使用NFC的遮瑕膏 我會針對呢眼睛下方黑眼圈的部分做遮瑕 用海綿把它推開 然後會遮蓋一些泛紅以及小痘痘的部分 還有鼻翼的地方 已經帶過鼻尖跟鼻樑做提亮 這一次我想要畫一個霧面無瑕的底妝 所以我使用粉餅 輕柔的塗過全臉 然後呢會重點加強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接著使用Visa的眉粉盒 沾取咖啡色的部分 然後呢來畫眉毛 再來使用UMPR的單色眼影 這個呢是焦糖麻奇朵咖啡色 然後來做打底 從眼窩開始 大範圍的上在整個上眼皮 然後加強在眼窩的部分 這樣可以讓眼睛看起來更深邃 使用Visa的眼影盒 然後呢刷第二層 從眼摺開始 然後加強在眼頭以及眼尾的地方 眼窩的地方可以反覆疊擦 讓眼神的暈染更好 加強在眼頭以及眼窩 眼睛下方也用眼影帶過 使用扁刷子沾取咖啡色的部分 從睫毛根部開始暈染 做外眼線的效果 然後眼尾呢往外勾 下眼尾呢也要做暈染 可以連接到上眼尾 做一個七字的暈染 另外一邊也是 從睫毛根部開始畫 然後從眼中帶到眼尾 眼尾往後拉長 還有下眼尾的部分 可以用點的方式做加強疊擦 再來用白色系的眼影 加強在眼下中間的地方做打亮 可以再一次沾取橘色的眼影 加強在眼頭以及眼尾 用睫毛夾把睫毛夾翹 使用Facio的睫毛膏做打底刷第一層 再來使用DejaVe的睫毛膏 濃密型然後刷第二層 把睫毛仔細的往上刷 下睫毛也要記得仔細刷 要刷得很明顯 另外一邊也是要仔細的刷睫毛 睫毛刷得好的話 眼神看起來會更立體喔 接著使用Indigrate的眼線一筆 咖啡色 從內眼線開始畫 從眼頭帶到眼尾 眼尾的地方往後拉長加粗 都要接近睫毛根部畫 另一邊也是從內眼線開始 眼尾往後拉長 然後加粗在眼尾 用咖啡色的眼線液畫起來會很自然 可以加重在眼尾的眼線 然後眼頭往前拉近眼距 使用眉粉和淺棕色的地方來做鼻影 把頭低下來開始畫鼻影 用小刷子暈染鼻影看起來會很自然喔 使用Maybelline的漸層三色唇膏 然後這是橘色的 從唇中開始畫 它有三個顏色 最深的顏色畫在唇的中心 然後往外做暈染 這樣看起來會有染唇妝的效果 可以用棉花棒來做修飾 選擇亮眼的唇膏 可以讓整個妝容的更明亮喔 使用Apple的氣墊腮紅粉紅色 輕拍在眼球以及笑肌的中心 用畫圓的方式來拍打 然後一點點的往斜上方延伸 用畫圓的方式畫腮紅看起來會很可愛喔 氣墊腮紅非常融於膚色 看起來很自然 最後使用珠光打亮粉餅 然後打亮鼻尖、鼻樑 然後眼下蘋果肌的地方 還有下巴 以及額頭 這樣我們自然深睡的日常妝容就完成囉 看起來很乾淨 不需要很濃 就有很立體的效果 我是卡河莉 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